欢迎 开心握手寒暄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7号到成都 监见印尼总统佐科威 双方排排坐 承诺加深伙伴关系 一旁还能见到回国 担任外交部长的王毅 随时在策 但大咖齐聚成都 其实是为了28号晚间的 世大运开幕 可惜运动风暴还没来 先吹起了外交风波 只有三名选手的签证 是用定书机 另外钉在护照上 原来是因为中印两国 常年领土争议 中国将阿鲁纳茶邦 称为藏南地区 声称拥有主权 因此2000年以后 就只愿意给 另外的职本签证 代表不承认印度 对当地的主权 但这项举动 印度怎么能接受 选手在印度机场 就被海关拦下 最终整个武术队 都取消参赛 不只对外出状况 更传出有人号召 在世大运期间 发起白纸革命2.0 成都维安升到最高点 气氛比场内 更令人胆战心惊 三里新闻是奥木岛